第35題乘上題 若他拿剪刀將保利龍球和金屬塊間的細線剪斷 帶兩物體又穩定後 比較剪斷細線前後的浮力變化何則正確 我們曉得 我們剛才說過了 浮力一定是BVD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我們一直都在水裡面液體密度都保持不變 所以我們就不要管液體密度 只要管他排開液體的體積就可以了 那我們保利龍球原來是這樣 全部都有排開液體 再變成這樣 只有部分排開液體 所以我們保利龍球所排開液體的體積變小了 所以我的浮力就會變小 所以選項A說 保利龍球所受浮力變大是錯的 選項豬說 保利龍球所受浮力不變也是錯的 而我們的金屬塊 現在是完全沒入水中 然後也是完全沒入水中 我們所排開液體的體積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金屬塊所受的浮力呢 也就是一樣 並不會發生改變 所以B選項說 金屬塊所受的浮力變小也是錯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在原來的時候 有保利龍球跟金屬塊都完全排開水 那麼等到了減斷之後 保利龍球只有部分排開水 只要排開水的體積變小了 那麼因此水面會上升高度也就會減少 所以選項C說 燒杯內的液面會下降是對的 因為我們所排開的液體變少了 所以能夠讓他上升的高度就變小了 因此第35題問我們說 比較剪斷細線前後的浮力變化 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C 燒杯內的液面會下降 即將